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的摊商说66年来都泡那个 什么保险粉 保险粉 让它变得很白很白 然后换句话说我们就吃了66年了 那我们怎么样挑好坏的这个豆芽菜呢 其实我们要先看看豆芽菜它加了什么东西 会产生什么效果 那你就不要挑那个效果的东西 对不对 最简单一个问题 豆芽菜常常会用到无根剂 那无根剂本身是 无根剂是干嘛的 因为我们豆芽就是吃精对不对 其实我们不希望它长出很多根出来 黑的啊 因为那个根核色的 然后口感不好 看起来又卖相不好 卖相不好 口感都不好 所以你就用无根剂 它就不会长根 它就不长根 它就乖乖长根 它怎么立在土里面呢 因为它本来就在 它在土里面长出来 长出来 半截精都在里面 半截在里面 那同时呢 它会用到蒸出剂 蒸出剂 长胖一点的 那蒸出剂会让它长胖 而且变白 而且含水量高 比较脆 对 那当然这有很多好处 而且你同时使用这些 所谓的无根剂 蒸出剂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 用再加上生长调节剂的话 把它的时间从七天 缩短到三天 三天就长好了 三天就长好 好快喔 采收好快 所以可是你这样长出来的东西 你注意看看 第一个 这个豆芽比较白 比较直 又白又直 然后你看看 它根部几乎没有 褐色的部分 没有 对不对 那你正常的豆芽 坦白讲真的 它就不可能长得那么 粗 那么直 那根 它还是一定要长出来的 而且会弯 弯 它会弯掉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买好的豆芽 其实是 比较细的 比较丑的 比较弯的 然后下面有虚的 对 这样 菜市场看到那个 大家都没有人要买 没有 口的都没有人要买 口的没有人要买 澄清一下 因为我去买菜的时候 其实像那个 他们菜市场都会 自己把它加工 他们会拔掉那个 虚 拔掉 有啊 你看看 对 就是像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其实这个很费工 这个怎么样 不过问题是 注意看看 它虽然是 做过加工拔掉 你注意看看 它下面还是没虚 下面没有虚 而且我跟妳讲 这个非常粗 非常粗 而且我跟妳讲 你把它弄开来看看 好 来 我们将一试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拿好了 我们随便拿一个 这个是非常粗的 我们找一个 这个也是 这个牙很长 这个也是粗 都粗 这个我会觉得 这个比较正常 接近正常 你去看看 它这个比较掰断 没有脆 怎么掰不断 我以为这样是不新鲜 不是新鲜才会脆吗 不是 因为它这个是 因为它加了蒸出剂之后 就很容易断 对 因为蒸出剂里面 它含有盐 含有二氧化硫 所以水分大量的灌进去 了解 所以它就变得很容易断 像我现在这个 一包一个断 就断掉 因为这个一看过 用蒸出剂 因为这个太粗了 蒸出剂太粗 不成比例 太粗太直 你不觉得它太直吗 对 我们有到菜场看到 真的现在比较多一点 比较黄一点的 是 那可能就比较健康一点 对 因为这整共 除了蒸出剂 无根剂之外 它还会用到漂白剂 还有漂白剂 漂白剂 闻到 大家真的一定要学会闻 闻味道吗 闻闻看 有不一样吗 如果闻到一个化学味 药品的味道 你就不要碰它 可是我都没有闻到化学味 都闻到 这个比较正常 真的啊 豆芽的味道 你看 我们吃鱼翅 还放一堆银芽下去 对 好像这个有一点 对 这个有点味道 这个没有味道 那这个咧 这个很好 这个几乎完全没有味道 对 这个是豆芽的味道 这是刚刚掰不断的那个 王豆 因为它已经发芽了 对 而且这只要是它 就是刚刚就比较不容易掰断 所以它用的药就少 好 所以这个 我们到菜市场就去掐一些 就跟他说 就掰一下 对 掐一下 然后闻一下味道 那问题是蒸出剂 什么无根剂 这对我们身体有害吗 事实上 这个蒸出剂里面 用二氧化瘤 二氧化瘤会引起过敏 这是一个问题 过敏 那无根剂最主要用 赤梅树跟一个线瓢瘤去组成 那这个部分本来认为 基本上毒性不强 对 可是后来发现两件事情 第一个 它在埃及的氢化上 发现氢化会长癌症出来 紧接着对岸 中国大陆 二零一年突然把它 从许可添加的部分拿走 所以我们会担心说 它从许可被拿走的 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对 因为你任何的政府的政策的 规则的改变 都会影响到大家整个工业 整个产业 整个工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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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影响的话会很深远 所以既然被拿掉了 代表它一定可能存在某一些问题 对 所以不得不被拿掉 好 所以这个是豆芽菜 因为还算还蛮有营养的吧 是 所以毕竟我们还是要精细的来挑选 那当然夜市当中呢 现在最有名的就是臭豆腐类的 那除了炸的以外有蒸的 那麻辣臭豆腐究竟是怎么做呢 我们请这个温师傅来告诉我们 好来 温老师来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麻辣臭豆腐 那麻辣臭豆腐看起来应该是夜市版的 比较不健康 麻辣臭豆腐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臭豆腐 对 那这个如果要煮这个麻辣臭豆腐 清蒸类的 直接这个加入水里面煮的这种 要用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有一种要炸的它是属于比较小的 对 小包子干 这是大的 炸的比较小 好那这个大的它的组织 那如果变清蒸就比较健康了 对 对 组织孔洞会比较大 所以比较容易吸入汤汁 比较吸汤 对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臭豆腐的部分 把它摆下来 先汆烫一下 直接煮 这我们清洗过就可以了 直接煮 洗过之后那一只直接摆下来 洗过煮 要不要简单 好了 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是什么 香菇 香菇丝 更加一个香气 还有我们的这个蒜末 个人份吗 这样刚好一步中 对 蒜末 姜末 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肉丝 这个一定要吃 肉丝 肉丝的部分 如果觉得摆一块是半人份 那个蒜头多一点 半人份 对 它半人份而已吧 对我们来讲 半人份 还有我们的辣豆瓣酱 辣豆瓣酱也要加 好 豆瓣的 对 好 辣 好 把它摆下 好 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加这个调味料的部分 调味料 这个盐 盐巴 加一点点 对 少许 少许的盐 好 少许一点 好 接着呢 一大匙的酒 米酒 再加酒 多一点 没关系 一大匙的酒 这会通过换成 各级 这会通过换成 还有我们的这个糖 好 口味啊 好 这样把它摆下来 好 那这个里面 最好还要再加点这个麻辣烫的这个酱汁 酱汁 对 这样有健康吗 这是夜市版的 这是夜市版的 夜市版 对 好的 健康版的这 好的 还在烧的 好 这个我来说 加酱汁 少许的部分 然后我们还要再加一点这个腊油 腊油还要加 颜色看起来就 有啊 伊亦老师要摇头了 对 伊亦老师等一下很害怕 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是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 黄昏市场 对 辣味跟香气好 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煨煮 会让臭豆腐的孔洞变大 对 我们来捞一下这个臭豆腐 给大家看一下 这才刚下去就颜色都一样 对啊 有这个麻辣臭豆腐的颜色 那我们有时候摆一些毛豆 对不对 是不是毛豆 毛豆是清蒸的 清蒸才有 所以麻辣没什么 其实麻辣的没有什么 那个蔬菜的 就是麻辣 还会加点酸菜 有人会加点酸菜 酸菜也有 对 有酸菜 最后撒点香菜 对 香菜跟这个 最后起锅撒点葱花 起锅撒点葱花就好了 对 那我们也有已经先做好的 正常版的麻辣臭豆腐 大家尝一下 来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战 真的吗 这么棒 又瘦又香又咸又辣 赞 感觉到了遥宁街夜市 还不错吃 对 它没有很辣 刚刚好 遥宁街夜市 好吃 刚刚好 不会太咸 不会太辣 不能太咸 现在人喝这个汤都可以喝的 对 又辣 对 不要太咸的 江医师你觉得这个麻辣臭豆腐怎么样 其实豆腐是一个好食物 我举着同意 对 可是臭豆腐我就有点担心 臭豆腐有点担心 因为臭豆腐的发酵 这个环境比较不受控制 你也听过很多 用很多很糟糕的东西去发酵 对 辣菜等等的东西 好 既然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发酵环境 很可能会有黄麴 你觉得黄麴多数 所以如果你要叫我吃臭豆腐的话 我只吃炸的 真的啊 炸臭豆腐 大家都觉得炸的有一些氧化物啊 对不对 粘油对不对 不过我跟妳讲 粘油跟氧化物 大概都是2V以后的自来物 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 黄麴毒素是1A的自来物 是你怕我最厉害的 所以不如吃炸豆腐 把那个黄麴毒素炸死了 对 因为黄麴毒素没有办法 抗热到280度 所以你记不记得像 鼎星他们用了那个回收的油 对 你用来说它一定有黄麴毒素 因为那个收水油都有黄麴 一定有 对 可是它筋炼的过程中 因为加热超过280度 所以你测黄麴毒素 我自己也没测出来 政府也测不出来 所以代表黄麴毒素的确是不耐热 280度 全部OK 了解 有道理 所以如果您要选的话 会不会选麻辣的 选炸豆腐 对 我吃炸的 好 那如果我们又要美味 又要健康的话 就两个都吃 是 是 因为想吃一下 我们又可以吃炸豆腐 跟晶晶一起吃 有没有 我们各吃一半 这样都可以吃 这样子吗 好 我想吃这个清蒸的 然后再跟Paul去吃清蒸的 来 那清蒸的怎么做 稍微健康一点 清蒸一样 我们一样要选这个 比较大块的豆腐 好 那清蒸呢 水煮开之后放下去 水煮开放下去 它是吃原味的 原味 我们就是用这个高汤 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蒜末 蒜末 一样刚才加蒜末 像我们这样煮 煮不到280度了 对不对 不许要炸才行 煮的只有100度 煮的温度不会太高了 煮再煮还是100度 对 煮死成100度 香菇 香菇再加进去 香菇 对 摆下之后 然后加一点肉丝 我觉得不论做麻辣臭豆腐 或清蒸臭豆腐 就臭豆腐本身要很好吃 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对不对 豆腐要很大的 对 好 那我们这个清蒸的话 它最主要吃的这个胃形的部分 就是盐 盐要稍微多一点 盐要多一点 透过渗透压让它进去 那多是几小汤匙 这个是一大匙 一大匙 这个水量 1500cc的水量 大概一大匙的盐 然后还有这个一大匙的糖 盐糖 好 摆下之后 我们给它煮煮 煮煮熟成的时候 我们再加这个香油 香油 跟茅豆 再加就是 对 因为这个茅豆的部分 第一个这个配色 这个我们要在这边煮多久 对 这个一般我们在这个可以静置好 煮10分钟 用浸泡的 10分钟 用浸泡的 那这个透过浸泡 它会让它的孔洞变大 对 孔洞变大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直接吃也可以了 那像我们清蒸醋 麻辣醋醋很多汤汤是一大锅 它一直在那边煮 一直煮 一直煮 应该也是味道会越来越好吧 越来越好 那这个汤汁的部分 一般就没有在喝 所以它就是用就是这个味 汤汁就可以稍微咸一点 咸一点 因为没有在喝 入到豆腐里面去 香油摆下来 香油摆下来 这个好漂亮 香气也出来了 对啊 香气也出来了 好了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毛豆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摆上去 对 因为毛豆加下来的时候 可以增加 这个毛豆本来就熟了 先把它弄熟 对 它就直接铺在那个豆腐上面 好好看 直接形成一个这个口感 脆立的口感 没错 来 我们这边是已经做好了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清蒸臭豆腐 多么的漂亮 对不对 这个大厨就是大厨 你看摆的盘子都漂亮 对 好 来 现场的两位同学 也有桌上 我吃一点点 这清蒸臭豆腐健康版 你还是有味道吗 怎么样 还是有味道 而且反正那个 豆腐的那个豆味跟那个臭味 反正更强烈跟明显 反正更好吃 义老师就很好吃 义老师就很好吃 义老师就健康又好吃 那这两个会差多少大卡 这个其实有热量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 差多少 因为它还是有用一点油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清蒸的话 因为你没有喝汤 所以像这个油分也比较少 就是洗肉的油分比较少 对 所以建议还是清蒸也不错 对 但是如果跟油炸来比 当然油炸的一定会比较 热量比较高一点 对 好吃 好吃 我相信两个都好吃 因为豆腐本身就是很棒 就是香的 很香 好 我们谢谢 谢谢